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要独家专访是 前文化部长美丽的郑立军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录影的时间是520过后的隔一天 那么今天他不是在称为部长 但依然美丽 甚至感觉上好像更轻松一点 感觉更靓丽的感觉 休息至少也休息了一个晚上 不过我们实在想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可能都还是在困惑 或者是觉得很惊讶的过程当中 因为都觉得你文化部做了执掌四年 做得还有声有色 觉得你非常可能是更上层楼 或续任 怎么会你会选择 就卸下这个担子呢 其实我是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之前 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也告诉我的家人跟孩子 那我的一个大前提是 如果总统阿姨连任了 妈妈就回家陪你 所以是蔡总统连任 我觉得担任政务官四年 那也可以有阶段性任务完成 然后让新的人有新的可能 那我自己是想要实现 自己心里一个愿望 就是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能够有一段陪伴他的时间 我记得520当天早上 我第一天做 这个卸任部长后第一天 我做的事情就是带孩子去上课 那么在车上我就跟他说 今天520我妈妈有实现承诺送你上学 听不懂吗 对他纠正我说 今天是2020520 他仿佛知道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然后很讶异的是他到了学校 见到老师第一句话就说 今天妈妈卸任了 真的啊 对所以我想 我非常感谢苏院长的成全 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陪伴家人跟孩子 所以小孩子知道你现任 所以他是非常赞同 我希望他以后不会后悔 因为我很怕说他会发现说 哇妈妈比爸爸严格 所以先生也支持吗 我先生因为我真的是要感谢他 因为我其实我记得孩子出生 还没有满院那时候 我是立委 我就去立法院开议了 所以这几年来其实都是主要依靠先生 照顾孩子 那先生又有他的事业 那所以我想也是时候让先生产息一下 所以我开玩笑说 也许这也是另外一种性别平权 前几年他支持我担任公职 现在换我来保障男性的工作权 毕竟你当然接触家里会有比较多时间接触家里 可是你是现在接下来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呢 比方说完全的家庭主妇吗 还是你会怎么样的分配呢 其实我现在就是希望专心陪伴孩子 开玩笑说不当部长来学习当家长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段功课 那当然如果说行有余力 我想说其实我从2000年 我记得我从法国留学回来投入智库 然后前后两次八年 然后担任过不分区立委 那么政务官担任过两届 其实大概整个20年 那我觉得说人生也是到了一个 可以沉淀在学习的阶段 那或许我想整理一些 我觉得台湾民主化之后 我从政的一些心得跟经验 来反思整个民主治理的这个过程 那我想如果有时间 也许想做一些想法的整理 所以可能是文案类的工作 就是一些想法 或者是能够写一些东西 那或者是自己也觉得到了 需要再更多的先进请义 然后能够沉淀学习 这样的一个阶段 郑立军从 你就说近20年 其实大家都夸你 非常的亮丽漂亮 在政坛是非常受到瞩目的 我们特别找到了 你当年在念书时候的照片 比方说这有一张照片是 这张照片是1986年 这个时候你是在念 高中 北女 顽皮的照片接下来 跟现在变化不大 而且说到 发型好像回到那个时候 跟那个时候还蛮像的 说你那个时候 功课是非常忙的 但是你竟然还目睹过 郑南荣他所发起的 519绿色行动 对 其实我的政治启蒙 是在高三的时候 不过那个阶段 因为我在高中 我念的是李祖 但是我很喜欢念哲学 然后那时候开始 不小心会看到家里的党外杂志 开始知道228号等等一些的事情 那不过是有一天这个老师突然说 今天下午有报名行动 要提早下课 引发我的好奇心 结果下午就去探索 结果亲眼见证了 这个519绿色行动 那时候的诉求就是解研 我突然间好像意识到我们 好像有部电影是楚门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是台湾的政治 历史 社会 文化的很多的真实 需要我自己重新去发现 那因此开始自己会去寻找一些 书籍跟资料 然后开始的自我的一个启蒙 尤其你说的当时郑南荣 他们的游行 是一般的报章杂志不会报道 对 所以不容易看到 所以你还能看到 高三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台大哲学系 好像当时我们知道 这个野百合学运 那个时候你也参加 我好像也找到当时你的照片 那当时的抗争活动当中 前面我们现在看到镜头前 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拿牌子 这位姑娘 就是你 有戴个眼镜是不是 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考上台大土木系 真的啊 因为我本来念李主 真的啊 对 但是因为参与学运 然后我觉得我对人文社会 对我更有吸引力 所以我会来转哲学系 真的啊 但是四年对我最重要 就是参与当年的学生运动 然后社会运动 跟校园外的民主运动 那我想我们称之为 所谓野百合的世代 对我们那一代人 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说 其实公民参与历史 是可以改变历史的 我想那样的一种 自我内心的震撼 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 每一个人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时候有时候每天 觉得自己好像是革命少女这样 对啊 可以看出你那时候的 有一些想法跟一些作为 很敢做 比如包括1991年 我现在拿到这个照片 当时你是在绝食 对那是当年的老国代 在进行第一次的修宪 那时候我们发起 一个抗议行动 那当时我们跟一群朋友发起 当时叫绝食 我后来都说是禁食 就是一个禁食的行动 抗议老国代修宪的正当性的问题 你的绝食 禁食 这当时持续了几天 当时应该是七天 大概也是在我人生里面 留下一个刻苦铭心的记忆 我想当年那个行动 对我最大的一个学习是 那场运动是失败的 因为当然之后就启动了 台湾的民主转型的 几次协商式的修宪 所以那一次是失败的 所以对我而言是说 社会运动的本质 它并不是在 每一次行动当下 就能够成功的 但是即使失败 我们还是一次一次的去行动 朝着一个目标的前进 所以我觉得学习面对失败 但是学习 不怕再从失败中继续行动 其实是在我的个性里面 留下一个蛮深远的影响 然后学习对自己的理想负责 我们看到前部长 郑立军女士 漂亮之外有想法 有个性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样子 就是很敢冲 所以我们把时空跳回到现在 我想请问你 就是一年多前 你不预期的被 想法不一样的人 呼巴掌 在公众场合呼了巴掌 我们都看到那个画面 可是你怎么会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然后也没提告 因为我看起来 你其实蛮有想法 你是一位很有想法 很有个性的人 你可能也会得理 就不见得饶人 但是我发现 你在这个事情上处理 我有时候会讲一段故事 我留学的时候 曾经在1996年 中国对台湾四射飞弹 我也曾经去 中国大使馆抗议 但是其实 我们的这种行动式的对抗 其实是在挑战一个 威权的体制 挑战一个不合理的体制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让这个民主社会 每一个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抗体制 挑战体制跟改革体制 背后其实是对人的同理心 希望能够追求共善 所以我基本上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然后我觉得 从事公共事务 最重要就是要出于 责任心跟同理心 所以对人 不管是我在行政体系工作 或是在 这个参与社会运动 其实永远要保持 那一份善意 那您刚所提到 那个冲突的事件 我自己担任政务官的时候 我有个自我的要求 就是因为你手上拥有权力 你永远要对公民跟人民 保持最温柔的心 因为人民把权力托付给你 而我看到是说 那个冲突行动的背后 是来自于对一个转型正义 跟对正义原则的误解 跟不理解 甚至污名化 所以当我手上有权力 我有一份责任 应该是要去改变 这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让社会可以更了解 什么是转型正义 让社会可以更有同理心去 去理解当年 在威权体制这些受害者 他们的心路历程 那为社会追求那份正义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是邀他 有机会去参观 国家人权博物馆 我觉得那个是我更应该去做 与其我去追求我个人 跟他之间的小的情绪 或者说小的公告 但是我当下更需要的是 发挥我政务官的 这样的一份职责 去说明什么是转型正义 所以我选择先去把自己的责任尽到 所以我想我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不论是担任立委或政务官 我觉得对我自己很大的学习 就是说民主化过程 民主治理 其实我们更需要去思考执政 为政者 或者是说人民把权力付托给你 你如何去行使治权 然后如何去治理 我想所以我说我四年 当年是用服病疫的心情 去担任部长 那现在退伍了 但是我真的是带着满满的收获 跟感恩的心来卸任 今天我们的节目独家专访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女士 那么今天很难得他卸任之后 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我其实看到我们政部长 过去二十年都参与公共事务 那么从政资历也就二十年了 我们现在check一下 其实在2004年 当时您接任了亲抚会 在当时就是全国 全国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亲抚会诸位 当时部长很年轻 而且当时单身未婚 很多人都很亮眼 那你觉得你这个亲抚会阶段 做了什么事情 是你最觉得最难忘 最骄傲的 当时我觉得政府让我一个 当时快满35岁年轻人 能够有参与整个政府执政的经验 我真的是心怀感谢 那我觉得对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我们透过亲抚会启动了公民参与 鼓励青年公民参与 那么来启动省议市民主 让年轻人能够投入 然后来担任省议市民主志工 带领这个公民社会 来进行这种公共政策的思辨等等 那这些过程参与的年轻人 我现在有时候会在各个领域碰到 然后我发现他们身上 还是依然保有那一股 对公共事务的热忱 然后对民主深化的那一股热情 而且这不断持续的在实践 所以我觉得能够 empower这个民主社会 公民社会 然后培养青年人才 是我认为那一段 亲抚会时期 我内心最敢喜悦的事情 那因为民主化 台湾民主化的转型 不是只是说我们有选举权 而是你看到说一代一代 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他们更勇于去追求 他们共同的理想 然后去参与去实践 然后整个民主不断的深化 我就感到非常的喜悦 像我们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说台湾防疫非常成功 我们善用科技等等来防疫 但是我想更重要是背后 我们公民社会的抵运 也就是说科技的应用 是在于说公民科技成功的运用 更重要是在于公民那两个字 那所以看了这一代一代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来支持台湾年轻人的这种成长 所以我过去四年在文化部 我也非常希望自己有做到 就是来积极支持年轻人 各种创意的事件 郑部长可以说是非常行动派 其实在清府会之后 他接过过去蔡总统 在早期的蔡办的发言人 那么后来你在辞去清府会之后 也担任过一个叫做逆风前进 最爱台湾行脚团的召集人 这个我在想去行脚台湾的周期 路来很辛苦 这是你台湾走力圈的 那一次就是我辞掉清府会主委 然后参与2008年的复选 我想那一次对民党是一个挫败 那一次我们立委选举 大概剩下二十几席 然后接着要进行总统大选 所以我跟着一群年轻人 就是从屏东而然比一路走回台北 然后希望诉求重新来争取社会的支持 那当然当时的逆风行脚是一个政治行动 但是对我而言 其实他对我人生留下一个很深刻难忘的回忆 是一步一脚印走过台湾这片土地 那种让我自己更知道身为台湾人 我跟这片土地 还有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的那种情感的连结 我想对我又是一次人生的启蒙 那尤其在那个过程 许多的人来跟我们加油打气 那我记得我们是用几掌的 跟每个人做彼此加油鼓励 然后我印象里我们几过的掌 有大手小手 有粗的手 有细的手 其实也有残缺的手 所以其实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 他非常认真的创造了台湾所有的一切 所以更让我重新去思考就是说 从事政治工作或公共事务者 永远不要忘记来自人民期待的眼神 跟那一份付托的期待 所以如果有时候年轻人问我说 要给关心政治或想要重振年轻人什么建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这一切都必须从人民的期待 跟那一份初衷出发 然后必须无私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性跟同理性 从这个年代开始 后面再找的画面 其实比较越来越不难找 当然我们找到一些历史画面 比如说2012年 当时你是担任立法委员 而且曾经为了美流案 你是睡在立法院 对那时候其实民党私立上去就是你了 我们兄弟姐妹都睡在一起 所以也睡出革命感情 我们现在整理的这几张照片 确实要证明半辈子你都是职业妇女 而且都是行动派 很实践性的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很觉得 虽然您讲的理由 我们都当了家长 也是为人父母 就觉得你回家有点可惜 你打算回家的选择要持续多久 现在没有想法 我真的就是觉得说人生这个阶段 然后参与公共事务回国以后20年 那当然我想 我选择人生一个时间 陪伴孩子跟家人 其实也是把一些时间 留给我自己在沉淀思考 然后我觉得不论过去在政府 或说未来在民间 我想这块土地上 每个人用他的方式在贡献 所以心中有理想 其实还是会找到可以来参与跟贡献的方式 那在什么情况下会付出呢 目前没有想法 还没想 不过我还是要质疑 因为古圣先贤就曾经讲过 这个聪明才智越大者 当福千万人之物 造千万人之福 意思说既然有能力就要服务更多人 结果你回家服务 这个我不晓得 你自己应该有人劝过你吧 的确有一些朋友说 好像还有一些未尽之工 那的确我也不会言文化部 因为政策是体系化的 其实是有许多政策要持续的推动 那但是我总是也觉得说 公共事务是一棒接一棒 因为它毕竟就是众人治理的工程 那我们打下一个基础 其实新的人也会有他新的施展的目标 跟方向 那我觉得说 陪伴孩子也是我人生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那也许在这个过程 我自己也可以再沉淀思考 然后再整理一些想法 那我也跟我的朋友说 其实在未来追求理想的道路 应该还是会相遇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投入 目前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 我们看到有人点名 你出马竞选台北市长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想法 我甚至可以说 其实过去我担任部长四年 曾经的确有朋友 建议我去参选 那参选市长或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目标 希望文化政策白皮书 能够推动到一个成果 所以我没有动念 所以我想我的个性是 做事比较是以忠为始 就是有一个目标 那我就会努力穷尽可能去推动 那所以我觉得我现阶段先把文化政策 建立了一个文化治理的体系 那未来的下一步 目前还没有想到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独家专访前文化部长 郑立军女士 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其实就在520这一天 交接之后 新任的文化部长李永德先生 就讲了一句话说 郑立军创造了郑立军障碍 让他很难去克服 郑立军障碍就是说 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觉得他对他来讲 他接任者有一些压力跟挑战 当然他很想做好 那您创下了什么事情是难以突破的 但文化的事情 其实满山满血 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事 其实是生活里各处都有 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灌溉的 我看到其实有几件具体的东西 比方说一个文化的基础工程 是像文化基本法 就是我们过去没想过 文化也可以写成法律 就是念文化的人 文化是文化 法律是法律 现在文化也做成了一个基本法 这个基本法精神是什么 为什么它重要 是 但是我必须先说 其实李永德部长是我的前辈 他其实资历非常丰富 那也比我有经验 所以我觉得 我能够把我的这个执行带 如果我说政务官向服兵衣 我把我这个执行带能够交接给他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所以我们是非常身具信心 他持续带领文化的发展 那回来谈就是文化基本法 的确我认为是 我们文化政策一个重要的里程 那意味着是说 其实我上任的时候 我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文化部的使命不在治理文化 不是在管理文化 因为文化其实在生活里 在土地上自然成长的 人民是创造者是主体 所以政府的角度是在文化治理 也就是我们必须把文化那一份理想 带到整个国家发展的视野 带到政府每一个部会跟每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文化治理的体系 而这当中法治基础是重要的 因为在民主治理里面 其实法律基础是重要 所以我们文化基本法就把文化治理的框架 把它写在里面 包含该做的每一项政策 以及政府的每一个责任 以及对文化发展优先性的一些法规的安排 我们做了完整的一个规划 那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文化基本法要落实在其他的执法或作用法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大致上 我四年也把它都草案都提出来了 那例如说文化基本法里面要促进产业发展了 我们就已经把文化创意产业法翻修了 送到行政院了 那例如文基法里面要致力于文化艺术创作的基础的发展 那么以及工作者的工作权的保障 我们也已经翻修了文化艺术讲助条例 那例如说要强化文化保存 我们已经翻修文思法 在行政院已经几乎快审完了 那例如说文基法强调要这个推动文化传播 要让台湾文化透过传播走到世界 我们也翻修了公共媒体法 也在行政院 那或者是说文基法里面提到要促进文化科技 在数位时代的结合 我们也提出文化科技实证纲领 那么以及最重要就是文基法宣示 文化预算要逐年成长 那我想蔡总统跟历任的院长都用行动证明 我们的文化预算在过去四年 我交棒的这一年2020的预算 是我上任那一年2016成长的七成 那所以大致上文基法也已经在不同的法跟 不同的政策跟预算上开始落实 另外我看到你几个基础工程里面 还成立一个文化内容测进院 是 它能发挥什么功能 这个测进院 那所以这个首先提到就是第二部分 我觉得除了法治基础以外 第二部分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文化的发展 除了文化保存跟文化教育杂根等基础工程以外 最重要就是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好就代表我们文化传播的好 所以我们过去四年 我们致力于改变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 因为其实台湾的人才跟创业是很丰沛的 可是过去单打独斗 然后过去政府大概只有辅导金 那其实这个产业环境相对是艰困的 所以大概过去这四年 我们用数字来看 就是我上任那一年文化创业产业产值 大概8600亿 那么到2018年已经成长到8800亿 电影的出口值 大概是每一年都是用 这个20% 30%的成长 那影视产业的产值也都在成长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 这个产值的成长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政策上改变 我们从奖补助另外增加了投融资 带动文化金融体系的行说跟市场的动能 那么看到把这个资源跟机会给人才 那整个生态系就壮大了 那人才有机会发挥 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台湾的国片不一样了 然后台剧大爆发 所以这个用四年证明这个路径是对的 只要把机会给我们的人才跟创意 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爆发力就可以被看见 所以因此我们成立文化内容测进院 它作为一个中介组织 就是要更体系化的 把所有的政策工具整合 透过这个中介平台跟民间合作 然后导入投融资 所以我们帮文测砚准备了国发基金100亿 让它能够进场去点火 然后带动民间的投融资 让产业可以有活水可以整个整体壮大 最重要是说要去打国际杯 要整合国家队 然后进军国际市场 所以文测院刚成立 但是我最近已经看到一些成果 有没有聘用什么人呢 因为可能文化还是要靠人的决策 居然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参与到测进院里面 在整个文测院的里面 它有内容开发相关的专业人才 协助我们 其实我们内容产业 包含出版 艺术产业 那么影视音 ACG 漫画等等设计都有 所以怎么协助台湾 这种各式创意的 它的内容题材开发 然后连接在地故事 那第二部分是最重要 就是整个协助投融资 整个文化金融体系的行硕 然后把运用国发基金 能够来点火 带动民间投资 我举几个例子 例如说文测院促成了 四大影城的联合 成立制作的基金 那透过影城的联盟 能够来投资果片 那影城投资的果片 它自然通路就会比较好 那么所以例如说 这一阵子文测院也 促进了民间这种 投资型的群众募资平台 那或者是投资制作公司 那么制作公司去 再去引动新的类型剧 或者说新的网络 新形态的影集 或者是新形态的这种音乐 或者是视听的这种 创新模式的开发 那我们大概看到说 资金跟人才跟题材 在这里面已经快速的 媒合跟整合 那接下来就是来协助 打通国际通路 所以我是有信心说 经过这几年 重整整个产业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 台湾文化的文化台流 在国际上 应该是指日可待 我看到你过去的 做的一个记录里面 有一项请您解释一下 特别提到说 这个文化的预算 现在我们突破 我们政府总预算的1% 这个有多重要 因为这1%是超过200亿 一年 每年都可以超过200亿 那么这个跟国际间来相比 这样的比例算是进步吗 很大的进步吗 大概民主先进的国家 那文化预算都占国家 总预算的一定的比例 那我想这个关键的门槛 就是1% 那所以我们目前已经跨越 政府总预算1% 那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 非常感谢行政院 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那么保有文化保存的预算 那么保有这个文化的 数位建设的预算 所以透过前瞻基础 建设计划 我们看到这几年 台聚得到支持 那么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那我们也借这个预算 来做了国家文化记忆库 那未来可以连接更多台湾 文化素材跟文化DNA等 以及在各县市进行 大规模的文化保存运动等等 那也就是说在前瞻基础 建设计划再加进来 2020已经比2016成长七成 所以也就已经到了280几亿了 它不仅是跨越一趴 其实是大幅成长 对 那我想更重要一个观念是 一个国家的文化施政 不能只靠文化部的预算 其实过去4年我们提出一个观念 就是部部都是文化部 其实是跨部会都建立了 这个合作的平台 然后用跨部会的力量 一起来进行 那例如说像文化保存 其实每个部会 其实都有相关的文化资产 跟它相关的文化记忆 那过去4年 我是满心感谢 其实许多首长常常被我打电话骚扰 或者去登门拜访 但是大家都给我们非常温暖的支持 让我们建立了像文化教育计划 文化科技的合作 乃至文化经济 那么甚至跟财政部 我卸任前应该也达成了 艺术产业跟出版产业减免营业税等等 有许多好的合作 有许多的突破 所以有逐步落实文化治理 在政府里面施展 步步都是文化部 所以我想除了文化预算成长 更重要是要搭配法律 然后整个行政体系的整合 跟计划的推动 在您的部落格里面也提到了 这一段期间以来 其实文化部也致力于 再造历史现场 那这个就是有些 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的还原 那是怎么样去再造这现场 就在原来的地方建设 还是另外选定的地方 这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像在逆风行脚 或是说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我启蒙发现说 其实我们身为台湾人 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土地 历史人文 有一份陌生感 因为过去教育体系的封闭 那所以我曾经说 我们不应该成为 故乡的异乡人 所以过去几年 我们推动再造历史现场 就是希望由文化部 给予地方政府 比较完整的预算 文化保存的预算 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让他们能够 不是只是修复 一栋一栋的古迹 而是能够以文化历史为核心 来进行整个城市的空间治理 让我们在城市的生活里面 就能够很自然的 跟历史文化连结在一起 找回那种历史感 然后让孩子能够在充满历史 历史感的空间里成长 我举例例如说 基隆的林市长他非常优秀 他利用这笔预算 他做了整个基隆港的载造 他把整个基隆港的空间 重新从古迹做了串联 让整个基隆港可以看到从原住民到大航海时代 那么到清零日治 甚至到战后的整个历史的足迹都在基隆港整个呈现 例如说桃园的黑猫中队的基地 冷战时期的历史记忆 那例如高雄的建成计划 18世纪在台湾第一座中式的土城 到19世纪改建成石城 那么重新在21世纪跟我们重新连结 那当然还有很多总共有30个案 例如水晶酒计划等等 那就是说当我们走到各地的时候 历史是活的 那它会涵养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生活 在地文化的发展 那当然在重建历史的过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就是刚刚提到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在数位时代 透过文化的开放跟授权 让艺术创作在地文化 或者是很多故事可以被诉说 那例如举例说 像前几年我们透过国家文化记忆库 收集了中华商场的老照片 所以当我们要拍一部 跟中华商场有关的影集的时候 可以把中华商场数位模型把它还原 那么有利于造景 或有利于后制等等 所以其实有许多的政策 就是在协助我们 重新跟这块土地过去所有的一切 能够连结 让我们的文化从历史 从土地从生活里自然成长 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您的过去的这些介绍报道里面 常提到要经营台湾是多元文化的发展 但其实我们都无可讳言的 其实在台湾的意识形态 甚至政治意识是分裂的 在那种情况下要经营这个文化 会不会造成您的困难 我始终相信或许政治会使人分歧 但是文化会使人凝聚 因为台湾多元文化 其实就造就了我们一种包容理解 然后彼此欣赏 然后一起发展的这种民主的性格 这是台湾人生活里面非常独特的 其实世界有看到台湾文化的多元性 然后那种开创新跟开放性 勇于传承也勇于创新 所以我觉得这四年很重要的是 让我相信 台湾人在这块土地上 已经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然后逐渐也在多元中 凝聚了我们共同的一个认同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 共同的未来 所以这个是可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尊重多元性跟差异 所以过去我们非常重视的 就是像母语的传承 我们台湾有多元族群 所以其实我任内 我觉得很感欣慰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过去有客家台 圆明台 现在有台语台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本土语言 新三台 那这个也是让我们下一代 它可以以母语为荣 不再是故乡的异乡人 那像另外我们推动重建艺术史 台湾的美术史 音乐史 建筑史 那么工艺史 都有多元文化 有许多的艺术家 在这块土地上 留下丰富的资产 那我们把它重建 那么让大家有共同的根 那在这块土地上 建立分享共同的情感 非常谢谢 今天录影的时刻 就是这个郑立军前部长 刚卸任后的第一天 今天他不再是部长的身份 来我们节目现场 这以后呢 我们在外面碰到您的时候 暂时因为你现在说 还没有地方 要怎么 你想回到家里 可能我们就要称他 立军妈妈 就碰到你下次见到你的立军妈妈 看你一个全新的身份 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你再次展示高飞 非常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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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